下方这边他就一直在check 在check 所以这个有时候会low蛮久的 那我刚开始跟各位讲说 Android SDK你也不要全部装 因为你全部装的话 这个时间会low非常的久 还有就是一个工作区 尽量也不要放太多专案 否则呢 他会一个一个check 有的时候 像我这边也没几个 他就会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去做check 那check完之后的话 他应该是找不到 他这个地方就会一直是叉叉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改善这个问题的话 就要到视窗里面的喜好设定 喜好设定里面的话 我就要去更改什么呢 Android SDK的路径 Android SDK路径里面这个地方 我要先把它稍微做个设定 比如说昨天的工作区 那那个他的SDK的路径 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要在这边去做个变更 这个是 只要开启SDK 一定会面对的问题 因为常常设计完之后 我又开起来 怎么又是全部一堆叉叉 一堆没办法设计的部分 那 这有时候光等待 有时候要等一下下 OK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的Android SDK路径 应该 因为这边我们已经考试环境 好像已经帮我们选择的是 它如果跳出这个把它关闭就好了 先关闭起来 它就问你说你的Android SDK路径在哪里 它没办法找到 把它关闭 那我们这边的电脑 是放在那个 C叠底下的那个SDK 我印象中应该是这个路径 有的时候我会先check 先找一下 在这个路径 Android 在这个SDK里面有个Android 它是放在这个路径底下 所以SDK Android 找到之后按一个套用 套用之后呢 它会去检查这个SDK里面 到底有哪些版本 它会把它列出来 通常会需 也是一样 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我印象中 我们C叠底下 如果你们的环境跟我一样的话 那里面会有2.1跟2.3 那这样的话呢 按套用之后 等一下这边就会是正确了 那如果还不正确的话 可能它在检查另外一个 就是在喜好设定里面 有那个Java的 这个Java的版本的设定 除了刚刚讲的Android的版本之外 这边还需要再检查一下 那个Java的这个版本 Java的版本 那Java的版本的话 Java 这个地方想要设定 是设定Android就好了 那其他的话 Java的版本 要在专案上面做设定 那这个地方需要再 然后再check一下 OK那请各位 先试着把昨天的部分 如果有存档 那你随身叠的话 那就把它稍微开起来 然后呢 看一下SDK到底正不正确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 我们要继续看那个102 102题 谢谢 谢谢观看